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之前看到了一本来自日本的研究报告之后呢 哎呀 我觉得这恐怕是一种科学的证实方式 那是江本胜博士用了八年时间做出来的一本报告 叫做来自水的信息 而做成书之后翻译成中文呢 我拿到这本书当时的感觉就是 哎呀 原来我们的心念对这个世界的影响真的是如此之大 心念怎么能影响水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其实在很多的方式之下 水的变化确实让人感到惊讶 也是我今天把这本书拿出来跟你分享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你可以想到吗 音乐对水产生影响 比如说肖邦的离别曲 当你看到那种肖邦的离别曲之下 水凝结出来的画面的时候呢 唯一可以用一个词来表示 那就是心碎一地 不过复原音乐对水带来的影响 就不是这样的一种感觉了 那是一种非常强劲的枝干在伸展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而那种状态之下呢 给你的感觉就好像是你的身体 你的心态也随之慢慢的舒缓 伸展甚至是强壮了 重金属音乐是很多现在的年轻人非常喜爱的 如果你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 可能有点晕 哎呦 什么东西坏了吗 不过当时实验的时候 人们说呢 可能不是这个音乐的问题 恐怕是这个 跟这个音乐相互配合的歌词 令水产生了这种 马上要分解破裂的这样的一种状态的感觉 据说不可以用这样子的一种状态 去理解重金属音乐 因为判定这种音乐是邪恶的 其实在很多的语言文字面前 水都会有不同的反应 比如说当你跟他说爱 或者说仇恨的时候 这种反应是截然不同的 当你用这种语言来表示 烦死了 想杀死你的时候 那种状态 也是呈现出一种非常强烈的反差 天使跟魔鬼 当然不是一回事 这在对水造成的影响 跟反应方面呢 你也可以从画面里面看得非常的清晰 干净跟肮脏 是我们生活里面 两一个非常落差很大的 这样的一种表现 干净是我们一般人生活当中 一个比较理想的健康状态 而肮脏又是怎么回事呢 看看水的表现 其实我想你也可以知道 当水看到天真的儿童的照片的时候 他的那种结晶 真的是好像像一个长辈看到了孩子的时候 那种心欢怒放 那种充满了慈爱跟喜悦的一种感觉 没想到水就充满着这样饱满的感情 其实在相关的记录当中啊 姜本胜博士呢 是采用了不同的这种水 原地来的水 然后让他们去感受音乐 文字 甚至是照片图像 除此之外呢 他用记录的方式呢 是在零下五度的时候呢 把这种结晶的状态记录下来 当水遇到了某一种的音乐 或者文字的时候 会产生如此如此的反应 这零下五度的温度 刚好记录他们那个时候的神态 或者说那个时候的表情 那么除此之外呢 原来一些植物呢 也会对水产生所谓的影响 比如说 当我们把现实非常流行的 用在我们的Spar啊 或者是放松神经的一些香薰油 或者是香精油 放入水中的时候 你看见的效果 确实是让人挺惊讶的 放入了菊花 也菊花的那种香精油的时候呢 它这种水呈现出来的样子呢 基本上还原了当时花朵的这样的一种样子 而不仅是香精油的这种存在 当然了 回香也是展示同样的一种效力跟效果在其中 其实好多的时候 佛教说呢 万物是由心起 由心做的 我们的心到底有多大的功用 就有这样的一种解读说 原来这个世界的好与坏 它的正常的发展 良性的发展 跟这种邪恶的负面影响 都是由人们的心态所造就的 我们的心真的有这么大的力量吗 昨天跟您说的 性力法则是一种心念的使用方式 而今天的这种水 带给我们的信息 又是另外的一种 对心和我们自己内心的这种思想力的 这样的一种证明 其实在这样子的一种时候 在客观世界发展 是非常迅速的这样一个年代当中 到底科技和我们的心态之间 是怎么样的一个平衡 往往会想到说技术的发展呢 其实是一种双刃剑 它为生活带来的便利 同样也有负面的某些的影响 而到底怎么样 在我们的心念之间 做出一个良性的更好平衡 恐怕是很多人都追求 甚至是非常向往的 那么带着怎么样的心情 去过你的生活 带着怎么样子的状态 去影响你周围的很多的事物 当你对这个水激情赞美的时候 你喝下去的水 都是那么美丽的结晶 而等它到你的身体里面的时候 这让你身体大部分的内容的水的质地呢 会对你的身体产生怎样的影响 你可以继续想下去 在不同的状态之下 它给人的反应都是不同的 这样我想到一件事 在当年我做饮食节目的时候啊 人们说呢 一个厨师做的东西好不好吃 不仅是材料有很大的关系 它当时是怎样的心情 都会对你有非常大的影响 它呈现出来的食物 会带着它那份心情传递给你 融化成你身体的一部分 然后再传递开去 如果我们的生活跟生命都是这样 紧紧相连 紧紧相扣的 那倒用怎么样的心态去对待你自己的亲人 朋友 家人 甚至是工作伙伴 这恐怕就是所谓一个信息套着一个信息 一个能量套着一个能量 这个世界大家没有办法相互脱离开去 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世界 好多的时候啊 不知道是一个多大的多艰巨的一个选择 不过呢 去调整自己的心念 却是我们自己可以做到的一个事情 马上就是周末假期了 这个周末你可以带着怎么样的一种心念 去面对你的朋友 亲人 甚至是选择以后的一种生活方式呢 可以在这个周末做一个小小的实验吧 把自己的一种心态 或者是心念 调整到一个正面的角度 去发你发你所有的心 去想你所有的事情 看看在这个周末 互不会给你带来比较意想不到的效果 其实好多的时候 我们的心念确实可以左右很多的事情 像是江本生博士在他的书里面 就写过这样的一段话 美的语言和文字 可以创造美好的世界 丑陋的语言跟文字 会导致丑陋的世界 这是宇宙的法则 那么在这个周末 也希望通过我们这一个星期的读书 带给你一个不一样的思考角度 去找一找 如何去发出自己正确信念的方式 让你的生活 因此而有小小的改变 甚至是变得更加的美好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我们以后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